比如說像這個BMI裡面怎麼樣把它改兩個 我們剛剛是利用的是 用那個request.get 另外有一招是什麼 request後面豆點 豆點剛剛是豆點A豆點B 那你可以豆點W豆點H 然後透過兩個引數傳過來 結果一樣OK 不過基本上當然這個好像又少了一點什麼 因為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可以做個表單的話 那會更OK 怎麼做表單 不過這表單之外 其他我想計算圓面積這一題也是上個學學有提到的 那請各位如果動作快一點 手腳快一點同學可以做個延伸練 把這一題一樣 但是一樣要保留到小學院第二位 這個剛剛有用可以run的 可以用.2f等等的 還有什麼用format 不過format我發現用的比較少一點點 這個是程式 你也可以建一個view放進去 建一個uil 然後把面積 半徑給它 面積輸出 OK 這一題我想也是一樣 請各位自己在旁邊 因為這邊我是建一個什麼 叫cycle 然後給它半徑 輸出結果長這樣子 取得小准第二位 甚至後面的話還可以怎麼樣 還可以再增加一個乱數啦 因為其實我們在上學期有提到 除了import一個mass 用mass取得pi之外 另外有一個什麼 import一個random random在上學期可以用 這邊可不可以用 當然也可以用啊 所以你要跑個乱數啊 random也一樣可以用 所以還記得上學期我們有提到 就是有關那個幾個小遊戲 比如說 顯示那個1到12月份的英文 讓你猜到底是幾月份 這個類似的遊戲 或者像全民音檢 反正你就找一些題目 然後可以讓它對應 看到中文把英文打出來 OK 這樣子也可以利用 或者什麼剪刀石頭布還有印象 或者是指骰子遊戲 或者是猜數字遊戲 其實也都可以用random 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我想請各位 就是自己在 把這後面的部分變化 我這邊有個參考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延伸到 表單部分 不過表單相對的 各位要有點心理準備 也相對比較難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你需要 撰寫表單的網頁 HTML 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是把它放在 先跳過好了 跳過這兩個 先到表單 那我們先舉 那個 例子來看 第一個用 年齡 因為年齡我們剛剛那個H 是用什麼 H 是直接輸入幾歲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是 要讓它長得像這樣 請輸入您的年齡 然後這邊有個年齡 輸入幾歲按送出 它可以告訴我 而不是說我今天就把那個參數 填到後面 讓感覺好像不夠 不夠方便 但是呢 你要 就是做出這樣的 表單該怎麼做 程式碼在這裡 就是 從這邊到這邊 實際上 這個東西 當然你Ctrl-C Ctrl-V是可以的 可是你總不能永遠都Ctrl-C Ctrl-V 都用別人 但如果沒有剛好沒有怎麼辦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會用什麼呢 我會用這個 Dreamweaver有沒有 來做就好了 它做表單啊 做一些網頁 範本 反正只要牽涉到網頁 我是建議可以用這個 怎麼做 一 先開一個新的檔案 開新檔案之後的話 接下來 我是建議你可以 打開 某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呢 設計師上面請你切到 所謂的 傳統 傳統的 傳統裡面的話 馬上就可以切到面板 我覺得傳統的 原來反而比較方便 那你會發現 切到傳統之後的話 它一個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這邊有面板 其中一個面板叫表單 那我們可以直接用這個表單的工具列 就有點像以前 如果我學過VBA 應該就是表單功能 那你可以拉一下 比如說你要什麼東西 拉過來拉過來就可以了 有點像那個功能 那要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切到傳統 第二個的話 切到表單 再來的話 就在這邊 可以撰寫 比如說我今天第一個 我希望做出類似像 這樣一個畫面 請輸入您的年齡 那要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 你就是 在這邊 把這幾個字 先輸入上去 請輸入您的年齡 Enter一下 底下的話就是 給它一個什麼 年齡帽號 假設 一個文字方塊 再加一個按鈕 那我就 這個地方 不過特別注意 如果你今天 這個地方 需要一個表單的話 請記得喔 它的流程一定是 先把它框一個 在那個網頁設計裡面的話 第一個喔 先框一個什麼 表單裡面第一個 先給它一個表單 在表單裡面呢 才可以放後面的這些元件 有點像是 VBA裡面按右鍵 制定表單 它會先給你一個 空白的表單範圍 你在上面放什麼 放Label 放文字 放按鈕等等 我們一樣 先放一個表單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虛線 紅色虛線框框出現了 你可以多按幾個Enter 意思就是說呢 你將來要放任何的東西 請你放在這裡面 它才握個喔 你不能說 沒有表單 就直接放那個文字欄位 OK 先插入一個表單 二的話呢 請你在這個表單裡面 先輸入年齡 年齡後面呢 請你再插入一個什麼 文字 第二個 表單 後面第二個 插入一個文字的欄位 那欄位的ID呢 我們取一個名稱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名稱的話呢 我特別的ID一定要給一個名稱喔 那我看一下 我的名稱的話呢 我取名稱叫 Name 叫Edge印好了 給名稱我跟這個一樣 不然到時候 H 比如說我這個名稱叫Edge 底線一個印好了 OK 這個名稱 那我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產生一個 名稱叫Edge印 特別說它這邊有一個文字欄位 Edge印 或者是說你剛剛露了家 你自己在這邊下方填寫也OK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按個Enter好了 然後再加一個按鈕 然後名稱呢 ID這邊空白就可以 因為送出 只是送一個指令出去 不需要給一個什麼ID 按確定 好這樣就OK 名稱當然你可以改 如果你不叫送出 你可以在下方 自己去更改它的名稱 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那個表單的設計啦 再來的話呢 最後記得呢 這個表單 我是建議你可以切成分割 看一下 裡面可能還需要改幾個地方 一 請你把表單的Mencer先改成Get Action的話呢 請你丟給你要接收的那一個表單 所以特別說 請你選擇啦 我的習慣這樣 點一下紅色線 下方 會有動作 請你先改成用Post 改成Get 動作的話呢 請你丟給哪一 哪一支程式喔 OK特別說 斜線 我要丟給 我看一下 我這邊跟這邊一樣好了 丟給那個H2 假設我這邊 前面有一個 已經有H1 那我如果 再增加一個H2 丟給H2 它幫我接收到 OK特別說 動作呢 丟給H2 把它Safe 把它完成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 請你把這個網頁裡面的內容 貼到我們的這個Templates裡面就可以了 那特別注意喔 我們接下來做完這些動作 怎麼樣把它轉移呢 1 再到我們的這個Eclipse裡面 特別注意喔 網頁在哪裡 網頁在這裡 所以請你按右鍵 在Templates裡面按右鍵 new一個File 這個File是一個網頁喔 那這個網頁 我們名稱也許取叫什麼 叫EdgeFone Edge底線 它是一個表單 Fone 副檔名是.html OK 這個名稱打上去 新增一個H Fone.html 好 再來的話它會開起來 不過把它關掉一下 按右鍵 我們用什麼呢 Open with TestEdit 然後把它打開 接下來就是什麼呢 把剛剛的這個東西 全部把它複製 貼上就可以了 複製 因為這個我要把它轉過來 所以其實我們是利用那個 尊呼應員幫我們先寫好 不過其實裡面 有一些東西可以砍掉啦 第一個哪一些呢 Head到Head 這個其實暫時用不到 頭啊 頭不需要 然後還有哪一些呢 像 Fone前面有請 這怎麼一串這個 其實這個也不需要 這個其實我們大概 這個東西啊 請輸入大概這樣簡單一點 不用爽 可能因為我加了一個 那個什麼呢 我是從網頁直接貼過去 所以它有幫我加了一些東西 其他的話呢 大概就先到之下把它儲存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產生一個 我們要的 一個類似像這樣的表單 可是問題呢 我現在還不能讓它有功能 那如果要讓它能夠執行的話 待會要怎麼做 嗯 一樣怎麼 要View 要UI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如果我要做一個表單喔 OK 所以可以利用像Dreamweaver 這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的話 雲端上有自己再找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